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下内容没有宵夜 只有欣赏 1993年时 A小姐还很小 第一次上甘娜的功力就凭着霸王别姬 与个个一路齐头并进地杀入了第43届甘娜红毯现场 层次感极强的简约白衬衫搭配黑色锤杆唱过裙 微露的仙妖成了全身的黄金比例分解点 美到令人窒息 94年甘娜上能生错绿色四段旗袍 规矩温婉 敬险东方神韵 95年就大胆尝试了西式的身微礼服 当然 那个年代的身微 只是今天的机星令而已 A开始数99番 96年平方月灯高大时一身黑色固定旗袍 好有国母宋庆龄的干脚 97年再入坎城 广令就竟身为首位华人评委了呢 旗袍也麻溜地进行了改良 有了与视觉同步的迅感 99年依旧是改良的旗袍 分为金银两款 到了2004年 这身雕龙画风 还不是亚洲人好身材的旗袍 就已经有黄袍驾驶的style了 大气磅礴 不是东方典雅 A小姐忍不住要喊 女皇万岁万岁 旺万岁 A开始数97番 时间成余到2014年 沉浸了许久的女皇 凭借归来再登嘎那 炎然一副老有重聚的干脚 看真的一早一书 都再熟悉不过了 Cam世上的Rebelta Cavalli 黑色镂空裙 纹路既性感又不是庄重 而首音世上的Rebelta Cavalli 白色丝组礼服裙 在女皇向来 丰满的身材沉透下 A小姐唯一能想到的就是 敬佩 回到2016年 女皇在欧雷亚的赞助下 独自重返甘纳 得到官网足足 两分钟的现场画面 举手刀足也回归到了 20多年钱 还是因为姑娘时 就喜欢的张开手臂 迎接一切的pose 如果这是女皇 中爱的造型 也卓是有种 时空呼应的feel 动力 根本就没有变过样子 A开始数99番 当然中国人穿旗袍是最漂亮的 因为它是 它的那个身材的比例 是穿旗袍很美的 我是比较喜欢改良过的 中国的旗袍 可能它更丰富一些 更有韵味一些 我想我有机会 我也会自己想想 设计一个中国式的旗袍 想去穿一穿 A开始上即将新鲜改版 重装上线 大家有什么新奇的想法 和大开的脑洞 不要吝啬的丢过来吧 在评论区或者微博 给A小姐留言私信哦 扫描二维码加A小姐 噓 别说话 扫我